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現在可以大家先把手伸起來動一下嗎 因為我看到不動的觀眾我會覺得好嚴重 就好像大家是Photoshop秀出來的 好像都等著笑我或什麼 就是我看前面的兩個講者 我覺得他們好酷 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弱 就算我的外表想要很酷 可是好像做的事情就是差那麼一點 我會覺得 然後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場所讓我有一點緊張 然後可能我自己有一種毀滅的心態 我都想說會不會等一下停電 還是我發現我有潛在的陽顛峰 然後等一下大家趕快來救我這樣 那我先簡單的說一下我大概的經歷 就是我做好事大概八年的時間 不好意思因為我有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 所以我會一直亂動 我沒辦法像TED裡面的人都很帥有沒有 就是很慢 這個我沒有辦法 我只會突然間就晃或是幹嘛 就會讓我自己覺得舒服一點 台灣好拿不出去 就是我自己大概做好事大概八年的時間 那前兩年其實是在台灣 然後後來四年 因為活不下去 就只能去中國賺錢你知道嗎 然後我在中國 其實比較怪是說我在中國 當了四年的branding的老師 就是那時候其實在台灣 台灣兩年 中國四年回來兩年 總共是八年的時間 那其實在六年前在中國 他們是連品牌兩個字都沒聽過 所以那時候我就傻傻 就想說騙他們說我是台灣最強的 有沒有 然後一個學費十幾萬 就開始去賺那個錢 然後我在上那個課的時候呢 其實我自己比較有點嚇到是說 欸怎麼突然間我發現 我五十個學生 就有三分之二都是禿頭 你知道嗎 然後我想說禿頭又胖 然後又很久 想說這點到底是什麼學生 然後發現欸 全部都是什麼 總裁跟董事長跟總經理 因為我後來才知道說 上我的課 一堂課他們要繳二十五萬塊錢 這是非常離譜的價錢 然後那時候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就剛剛想到說 我們剛剛是不是在問你們的問題 是不是都沒有人要舉手 因為大家只要一聽課 手就好像有鬼在拖你有沒有 你就完全都舉不起來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在北京上課的時候 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那時候我在講課 才講不到十分鐘吧 就開始那些 有沒有很有錢幾十億 那我就開始舉手問了 然後我就想說 靠這怎麼回事 我根本還沒開始問問題啊 他們就拼命的問問題 然後等到講完中場休息的時候 有人說 欸老師請你去吃個飯 我想說 欸總算可以賺到一點 有沒有不用錢好吃的東西 就去吃飯開始有沒有 PPT就拿出來了 欸老師你覺得我的品牌哪裡有問題 所以我在中國四年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就是我學到謙虛兩個字 就在中國我們遇到 所謂很多的獨立品牌 很多新興的品牌 他們的老闆都異常的謙虛 其實他們賺了幾十億幾百億 都一模一樣 然後反過來回來台灣兩年的時候 我就開始覺得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沒有 在台灣好像 就像我在固定在學學教課嘛 每次來的人永遠都是什麼 中階主管以下的 永遠從來沒有遇過老闆來上課 老闆都去EMBA Social喝酒有沒有 交朋友 對可是我在學學上課的時候 從來都是什麼 中間經理以下的 可是我一直告訴他們品牌怎麼回事 美感怎麼回事 你覺得有用嗎 沒有用 因為老闆就每天 有沒有在家裡看電視賣LV 然後逛街吃什麼米其林三星 他知不知道市場發生什麼事情 他一點都不知道 所以我會覺得說 為什麼中國在六年前 我在中國四年之後還開了店 再回來 就為什麼中國 我覺得為什麼他們的文創 進步得這麼快 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 操作品牌的人異常的謙虛 這是讓台灣為什麼 品牌競爭力異常的緩慢的原因 因為我們都覺得 好像有個一千萬 就是怎麼樣 King of the world 有沒有 一千萬你就可以把你這些人 叫你每天加班 還是給你22K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欸 我的簡報還沒開始講 我們往下看 這個 這個 你們看得出來 這三個包包的美感在哪裡 看不出來對不對 有這個 你的家人有這個包的舉手 而且它異常的貴 就是你會發現說 這些精品的牌子 你把它羅列出來 發現是不是都長得差不多 可是我們的女生 會不會拚了命 花錢去買這些東西 所以常常有人講說 台灣的女生 是全世界最奇怪的品種 什麼叫最奇怪的品種 她會花30萬去買一個什麼 名牌包 花20萬去幹嘛 美容 花10萬幹嘛 做瑜伽 花5萬塊幹嘛 吃 然後最後穿衣服 花多少錢 390 台灣女生是一種很奇怪的生物 就是她整個 邏輯跟美感完全是怎樣 顛倒過來的 再往下看 那為什麼說 這三個包包看也都差不多 為什麼她可以做這麼多的品牌行銷 可以全世界去開店 為什麼 是因為她品牌經營的風格跟行銷化差異化 是不是非常的大 再往下看 我是一個精品業的攻擊者 所以我這邊還是不要講太多 不然講到你們把包包全部都丟掉 這樣不太好 這兩個圖啊 一張是Net 一張是H&M 你們分得出來誰是Net 誰是H&M嗎 很奇怪對不對 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們去逛街的時候 你可以去比較看看 不管是什麼大的牌子 什麼櫃什麼 其實你們發現你們的衣服也可以 你會發現你們的衣服都長差不多 很奇怪對不對 可是我們為什麼會選擇它 左邊是Net 右邊是H&M 可是我覺得這個圖 是代表台灣產業的一個警訊 為什麼Net多久以前都開始 是不是大概20年前 那如果Net 增漆一點 有沒有可能變成H&M 有沒有可能變成Toucher 因為衣服都長差不多嘛 那為什麼現在Net只能開去路邊攤 開去夜市裡面 為什麼 是不是它的行銷策略完全沒有跟上 它是不是想說早年賺的那一筆錢 是不是夠它 賺個養個20年 用個20年有沒有 購老闆娘買20年的LV 是不是這個問題 我們再看喔 哪一個是Net 哪個是H&M 我就不信你們分得出來 我這個人真的很賤喔 左邊是Net 右邊是H&M 這是不是非常的可憐 其實你在做一個品牌形象的時候 你要花的心血跟功力是不是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Net這麼用力 你們還是沒有人要買 為什麼H&M跟它一模一樣的實力點 它就可以全世界去開 這是台灣品牌的問題喔 這個 這些是接下來要進攻台灣的牌子 可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們就準備接招好了 你們就準備跟旁邊人都長一模一樣 因為這些牌子 是不是都有同一個問題 它的形象是不是做得非常好 價錢是不是壓得很低 可是料子是不是都有毒 欸我不是攻擊這些牌子喔 不要PO上去拜託 不要PO上去 你們回去自己Google就好 這些料子哪些有毒 你們就知道 所以正常來講 這些國際品牌是有什麼 一流的形象 你可以念一下 感覺有點互動 二流的什麼 三流的什麼 那我問你 台灣的品牌問題出在哪裡 是不是一流的品質 二流的價格 三流的什麼 形象 你仔細想一想 台灣的品牌可以出去 全世界的有哪一些 鼎泰豐不要講喔 小池葉 台灣現在唯一出去只有小池葉 精品服裝有可能 不要講下肢 還有什麼東西出得去的 台灣只能輸出什麼 小池葉 這個在全世界上 是非常奇怪的一個現象 我們只能輸出什麼 我們生活裡面 最便宜的消費的東西 所以告訴別人說 台灣小池就是便宜有大碗 趕快來吃 可卻不是什麼 食物本身有美學在 這是最怪的 我們往下看 我時間好像有點太慢了 所以形象應該大於價格 大於品質 所以今天如果是 你們自己做品牌的人 或是 你們自己是個學生也可以喔 你要去看什麼 你的形象有沒有大於 你這個人的價錢 大於什麼 你基底的內在 當一個品牌 不管是建設公司 做服裝 做產品是一樣 如果你的形象 並沒有大於你的品質的話 那這個品牌是活不了多久 因為為什麼 因為台灣早期 是不是製造業出身的 是不是價錢跟數量是最基本的 好不好看呢 隨便 這是台灣長久以來的一個影響 然後形象類別可以分成什麼 這個 五個 產品 包裝 廣告 空間 服務跟物感 這是最基本的形象 包括的東西 所以你要去檢視你自己的品牌 哪個地方做得好 哪個做得不好 你們覺得哪一個東西 對台灣來講非常困難 我覺得 包裝很簡單 因為台灣現在拼命在做包裝 我覺得空間非常困難 為什麼 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在台灣消費 所有的空間基本上都長一個樣子 工業風 日式雜貨風 如果是飯店就是什麼 隨便 每去過義大利要做什麼 希臘風 有沒有 每吃過義大利麵要做義大利麵 每去過義大利做義大利麵 每去過希臘做希臘風 每去過法國鄉村做鄉村風 是不是台灣都這樣 然後所有的建案 是不是都做成什麼 義大利奢華風 根本也沒去過義大利 是不是都是這樣 台灣的空間要做區隔化非常困難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本身的老闆有沒有那個眼界 去做不一樣的事情 非常少 那我覺得服務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們覺得台灣的服務很好嗎 我從來不覺得台灣的服務好 因為台灣永遠在什麼 不好意思 然後你去逛街他永遠跟你講什麼 喜歡可以試穿 他就躲在那邊滑手機了 我覺得台灣服務並沒有特別好 哪一些可以試品牌 我只剩七分鐘 搞得好緊張 快點 有沒有 這些東西是不是都是品牌 我們從人到產品到國家到城市 是不是都是品牌 怎麼說呢 品牌是不是分成產品行銷 不 產品形象跟行銷 是不是三個部分 人的產品是什麼 我在學校學的東西 我的知識 我的書本 是我的產品 形象是怎樣 我的外表 行銷是不是我跟人家對應的 談吐的方式 品牌嘛 懂嗎 那我問你 城市的產品是什麼 是不是我們 形象是什麼 公共建設跟我們人的樣子 對吧 那行銷是什麼 是我們辦一些很蠢的活動 有沒有 什麼花博什麼鬼 是辦一些很蠢的活動 那我問你 品牌為什麼這麼重要 我問你 如果你今天想要結婚拍婚紗 你會選雲林還是選巴黎 對啊 沒有人選雲林 你們都不愛台灣 你知道 如果今天 你夏天你要去度假好了 你會去選 虎尾還是選巴黎島 巴黎島嘛 對吧 所以台灣的城市品牌 有沒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非常大 我曾經上課的時候 把我的圖修一下 我告訴我同學說 我告訴學生說 欸這三個照片 你分得出來哪個是嘉義 胡偉 跟另外一個是基隆 還是哪裡 不知道 你分得出來哪裡是哪裡嗎 沒有人分得出來 因為台灣除了自然景觀以外 所有城市都長一模一樣 這是最恐怖的 五十蘭就到處都五十蘭 然後什麼什麼 就到處都是那些店 台灣大哥大到處都是台灣大哥大 有沒有 非常非常恐怖 所以台灣的品牌 有沒有出了很大的問題 有 欸我只剩六分鐘 我往下 該死 快一點 品牌的自我檢視是什麼 四個東西 第一個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簡單 你為什麼要活著知道的舉手 不要 為了小孩 為了丈夫的手放下 是不是很大的問題 今天你做的品牌 我認為在台灣 我們遇到非常非常大的問題是 為什麼你要活著這件事情 知道你為什麼要念這個大學的舉手 不要跟人家住隔壁喔 不要跟人家說 因為讀真他可以打折啊 不是嘛 你先去問問看你自己 你為什麼要活著 為什麼要念這個大學 反推回來為什麼要做品牌 在台灣基本上為什麼要做品牌 為了賺錢 所以台灣有沒有百年品牌 沒有 大家是不是想說為了賺錢 賺不到錢就收掉 再換下一個 台灣最有名就是什麼 85度C啊 仙玉仙就這些東西嘛 他賺不到快錢 是不是趕快就換掉了 就是這個非常非常大問題 所以台灣的品牌 有沒有歷史悠久的美感的品牌 沒有 因為賺不到錢他就放棄掉了 他用錢去衡量所有的事情 可是真正做品牌 是可以用錢衡量的嗎 絕對不是喔 第二個自己的美感衡量 我剩四分鐘 我把這講完就下課好了 自己的美感衡量 我問大家 你覺得美感怎麼來 很大的問題 我後面好像會講到 後面再說好了 自己的美感衡量 第三個是什麼 產品的差異化準備 跟市場上的立足點 第三個點 是不是台灣現在面對很大的問題 我們的產品 是不是差異化非常的小 很簡單 我們剛剛聽到 有建設公司的老闆嘛 你覺得台北的房子 蓋的跟高雄 有什麼都不一樣嗎 如果是我 我分不出來 因為我是做設計的 我覺得產品差異化 在台灣現在問題很大 再往下看 快一點 看美感的養成 美感的養成怎麼來 花錢去聽課嗎 買LV包包嗎 或是把狗 離得很漂亮 哪個推車推下去逛街嗎 台灣人很激情 台灣人很喜歡 把狗當小孩在顧 這很怪喔 有狗的OK 你們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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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快養成點在這邊 講究 為什麼叫講究 我常常覺得說台灣是一個 會讓你活得非常隨便的一個地方 什麼叫非常隨便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今天學生來上課 男生全部穿西裝 女生全部穿套裝 打扮得非常好 進到一個很漂亮的教室 他會不會尊重他學的東西 懂我意思喔 那就像我以前很懷念 我以前念高中 被打了三年的事情 因為高中被打了三年 所以我永遠記住 我學的每一樣事情 可是你反過來看說 現在人是不是生活越來越隨便 比如說 你有沒有發現你一套衣服 可以去上班 喝喜酒 去上市的地方 跟朋友聚會 是不是一套衣服 可以全部通吃 可是你看你去京都 去歐洲 你會發現他們會有很多什麼 場合感的服裝 是不是讓我們每一個場合 都非常非常的尊重 那反過來看說 你們覺得台灣的競爭力在哪裡 是不是講究兩個字 懂我意思嗎 當你越講究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有沒有累積一份美感 懂我意思嗎 比如說 今天你煮水餃好了 煮完水餃 你把水餃擺得超漂亮 一個玫瑰花瓣的樣子好了 你是不是有煮水餃的美感在 是不是很簡單 那當你今天出門的時候 襪子跟衣服都配得非常好 你是不是有一個服裝搭配的美感 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 你只要講究一件事情 就會多什麼 一個事情的美感 這是最簡單的 通通都不是什麼 要你們花錢去上什麼手作課啊 有沒有 去買什麼很貴的設計品 我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 好品牌的條件有這些 第一個我就不要講了 因為現場有老闆在 所以我們不能講太多的東西 有品味跟有遠見 永遠是什麼 成功品牌的關鍵 你們出社會 你就知道這句話有多嚴重了 你們出社會就知道了 第二 我覺得這個六個部分呢 比較困難的有可能是第六個 為什麼 因為我認為台灣的行銷模式都千篇一律 有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我記得 前陣子不是很流行什麼黃色小鴨嗎 我就跟我學生講說 只要哪個店送黃色小鴨一定是個爛店 因為它跟著市場怎樣 波動 它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非常嚴重的 那自我風格的產品規劃 我覺得這個很簡單 形象這個都是我們剛剛都講過了 品牌最重要的關鍵字是什麼 創造情感的附加價值 是什麼 比如說今天我在消費一個品牌的時候 我不要管它到底多大杯 多好喝 我是什麼 我有得到產品以外的感受 這個叫什麼 情感附加價值 懂為什麼 比如說今天我去買了一個東西 我回家會想說 這個店讓我覺得好像在巴黎 我覺得我自己變得好高級 是不是附加價值 懂嗎 而不是說我今天買這個東西好便宜 希望它更便宜 另外一個反向的思考 品牌的迷思是什麼 質感化不是年輕化 我覺得 我們這個講完就結束了 就是我認為台灣現在很多老的品牌 我覺得失敗在哪裡 他們會被很多設計公司催眠說 你要變年輕 所以你要用什麼 板畫 插畫有沒有 把一些什麼公仔 全部拿過來裝 裝一裝就是一個年輕化的品牌 可是你覺得這個是對的嗎 所以我常覺得說 設計公司在台灣 有時候是一個兩面刃的問題 你有可能毀了一個老的品牌 也可能幫助了一個品牌 然後很簡單 比如說今天你一樣做一個茶的包裝好了 你想要擺脫傳統 你想要到一個新的市場 我問你 你是要把自己茶的包裝 做成黃銅的包裝 還是要做成什麼 公仔插畫的包裝 你覺得哪一個人家會買單 是不是第一個 懂嗎 我覺得現在台灣品牌的迷思就是在這邊 品牌近日就剛講的講究 所以我認為現在是什麼 品牌的風格時代 我覺得跟人是一樣的 當我們這個城市裡面的人 沒有風格的時候 這又是什麼 一個無聊的城市 同不同意 那當一個城市裡面有多少有風格的品牌 它是不是變成什麼 有風格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非常簡單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是說 你自己的風格到底是什麼 做品牌的人 你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差異化是台灣競爭力 阻止台灣競爭最大最大的原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老年 今天小蕙虎 謝謝 Joseph 谢谢观看